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復活節的年假第二天 我們今天出來做甚麼呢 就是出來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氣勢 看看香港有沒有哪一區出現綠沉的情況 今天首先檢查一下荃灣 大家看看餐牌看看有甚麼食 多少錢 正在看的時候 我就提提大家這條片不是有碗話碗 是日常飲食Vlog 食評會比較輕鬆隨意 別那麼嚴謹 今天拍這間荃灣和信機 據了解就是加盟店 但餐牌就和本店有點不同 他們都有研發一些獨家的食品 堅持推陳出身 老闆是前記者 開了這間店後都做了很多事回饋社區 幫助街坊 有興趣就去他們Facebook看看 試試水吧行不行 我就做一杯凍奶茶 30度喝不到熱 杯凍奶茶的平衡做得非常好 而杯凍檸茶都很正常 第一關就順利過關 這間餐廳門口和店裡都大大隻字 寫著雞腿王 不用做功課都知道 來這裡一定要吃雞腿 有炸又有滷水 那我這些小朋友一定是吃炸腿的 香厚 說大尺寸的話 這裡的雞腿真的不能輸 真的比我的手大 切開看看 今天這一隻算是炸得不錯 外面是足夠香脆 不會不湯不水 裡面是有肉汁的 不會乾淨淨淨 味道是偏重口味一點 烘口食會稍咸 鬆飯就OK 說到飯給一點點意見老闆 可以試一下換了一隻米 不要用珍珠米 珍珠米的質地本身就不太適合用來做茶餅腿飯 而且我今天的飯還煮得太濕太難 黏在一起 這個就是豬扒西多士 是這邊最近新出的創意食品 西多士充滿蛋香 表面香脆 裡面鬆軟 和豬扒一起吃 鹹鹹甜甜的 有多過癮 面頭可以選煉奶或者蜜糖 甜甜的豬扒都很惹味 最棒是上面有幾條沙律菜裝飾 適合不吃菜又扮喜歡吃菜的朋友 兩個人放假出來吃個午餐128元 吃完東西沒理由這麼快回家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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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去南風沙廠 開了這麼久我也是第一次來 假期來說也不算太虛陷 除了有幾間文創小店和餐廳 這裡最好就是狗仔也可以來購物 吃完飯回家了 進入這條片的下半場之前 就介紹一下今天的贊助 就是Hunt Rowell 一隻我最近玩很多的手機遊戲 這遊戲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可以選擇 他們叫做獵人 每一隻的能力和打法都很不同 你看到我都開了很多隻 有些都練大了 差不多封頂了 例如這隻就是我用得比較多的獵人 AE 能力比較強的 接著看看它的遊戲模式 有PVE又有PVP 例如狩獵就是四個玩家一起打怪的PVE模式 合作就是兩個人玩的生存模式 下面懸賞和決鬥就是PVP 首領狩獵和地牢就是後期開放 難度更加高的模式 接著就玩回PVP給大家看看 十人大運戰 我就選了這隻獵人 沒有AE 擅長單體攻擊 還有吸血 打這個模式就最適合了 我這隻獵人都未升盡 但大運戰都好抽得 一個打九個都沒問題 Hunt Rowell還有工會系統和排行榜 很多東西可以玩 如果你都有興趣 就記得用下面info box的連結去下載 會送多一隻角色 還會有多些寶石、金幣和代幣 我們頻道有一個特色 一向都沒有開Live 為了想和大家有多些互動 其實我一直都想 在我的影片的後面 會讀下大家的留言 或者解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個模式的話 接下來就算拍攝有碗話碗 我都會不定期 即可能每隔幾個星期 就拍攝這個環節 好了,我們讀第一個留言 就是來自Chiman Leung 他就說 好了,元朗台灣牛肉麵 幹濕兩食夠新鮮 介紹餃子好意見 同場家影夢最甜 在這裡很感謝Chiman Leung 因為這麼多年以來 他都很支持我們 跳一段影片 都很花心思 會作些打牛絲去留言 去鼓勵一下我們 很感謝他 講一些搞笑的事情 給大家知道 試過有一段影片 不是廣告來的 大家都知道我的廣告是寫得明白的 那段影片就不是廣告 然後就有個恨人 看到Chiman Leung的留言 然後就說 哪裏會有人這麼好心機 作些這樣的詩去留言 這麼花時間 這個一定是那間餐廳的老闆 你這條一定是廣告來的 只是你不理身而已 試過遇過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Chiman Leung是很有心的 即是一段影片 他都會這樣去留言 今天很感謝他 好了 接著就講一下 我上一次在北角那條影片 就有提過一些 關於拍YouTube 拍Vlog的事情 有位觀眾就講到 不考慮買相機用電話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專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 因為你花在想辦法 思考上面的時間 全部都可以用來拍片和剪接 那到你拍好了 剪好了三條片出來 無論擺不擺上YouTube 有很多東西你已經在實踐中學懂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提示 其實除了說拍YouTube之外 我現實生活中都會認識一些朋友 可能在工作上面 想有些轉變 或者想創業 很多很多不同的創意 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只有想字 想完就不做 缺乏了一些行動力 所以都在這裡鼓勵一下大家 如果你想做某些事情的話 就真的放手去做去試一下 好了 下一位觀眾就問我 他說都沒有字幕了嗎 這個問題都內不久都有觀眾問的 其實就不是完全沒有的 有時間都會盡量想打字幕 但是打字幕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花時間的工作 其實以前都是有些觀眾 義務幫我們上字幕的 但是很可惜 就是YouTube官方 在大概年多兩年前 就剪了這個功能 現在觀眾是不能自己主動去上字幕 以前是不需要驚訝我們的 他打完字幕上了 然後就可以上網 我們才會收到一個 notice 有觀眾幫你上字幕 你看看 如果你覺得沒問題 你就按OK 那就已經可以發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YouTube就剪了這個功能 好像說 最近就會有一些更新 就會出發一些類近的功能 上年我們其實有很多字幕 就是給錢在外面找一些 職業員的朋友去幫我們上 要給錢做 但是有些合作開的職業員 可能他現在都找到工作 所以他就沒有再去做 在這裡也順便招募一下 如果有觀眾是有興趣的 懂得上這個繁體書面語的中文字幕 就是要一邊聽一邊打那種 然後懂得mark time code 然後出發一個類似.sbv檔的 可以直接上去YouTube那種 歡迎聯絡我們補價 甚至乎如果有朋友 是有興趣想做一些 中譯英的字幕工作 都歡迎聯絡我們補價 你Facebook IG 或者Email 我都可以的 接著下一個留言 就是來自我早前 就是灣仔六國酒店 Staycation 那條片 你是收了錢 還是有贊助? 整件事差很遠 我現在就現場在體驗中 朝早check in 前看完你這條片 都有些期待 結果我現在坐在房間裡 只是吃了少少串燒 少少刺身 其他熱食什麼都沒有來 有幸送上來的東西 也不是你片中的質素 那些串燒都不是熱的 除了不停有果汁喝 我真的懷疑自己是果汁放題 整件事跟你這條片差很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幾年前我有條片 就是去自助生食自助餐 那條片 一開手的voiceover 我也有講過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回應同一類型的觀眾 即是我去吃飯講食評 只是反映我當日去吃飯的食物水平 或者服務質素 那我吃那一碟東西 就不等於其他人去吃的同一碟東西 因為第一就是來貨可能不同了 第二就是廚師也可能不同了 可能已經辭職了 然後請了第二個 這樣不奇怪的 那如果有些店鋪 大家去吃了不好吃 我是非常之建議大家 直接向餐廳去反映 甚至乎如果想投訴 那你也可以去投訴那間餐廳 那就不是去投訴 吃過那間餐廳的YouTuber 我是完全跟那間餐廳沒有關係的 那大家可以去寫OpenRise也好 去Google那些寫也好 接著又是講一些拍片的問題 也有幾個人問一個類似的問題 就是如果用手機拍片 需不需要用一些Stabilizer 即一些穩定器 Gimbo之類 這個就很簡單說 我從來都不用 因為如果我用得手機拍片的話 我也是就這樣拿著去拍 我就不會加些Cage 或者不會落一個Gimbo去拍的 因為如果我用得手機拍片 我就是想我那天 是最舒服最輕便的 那如果我真的想追求質素 那其實我就會用一些 比較大部的相機 然後我大部的相機 我都會配合一些比較大隻的Gimbo 即是大隻一點的穩定器 這樣去用 那就追求最好的質素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的風格 那手機穩定器其實有沒有用的呢 那如果大家主力的機是手機 那我都覺得如果你當買玩具 那你可能一千幾百去買一些穩定器去玩一下 其實都無妨的 那有時拍片要用些什麼 或者不用些什麼 其實都是必須要自己反覆這樣去練習實踐 去試出一個自己喜歡的模式 那我們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不停地買東西 不停地買完又不用 放在一邊浪費了 然後不停地試 去摸索一套自己喜歡的器材和模式出來的 好了 接著有位朋友就說到了 那天去剪頭髮 看到你和Kit 看了你們的片段很久了 但是看到你們在拍片 又不敢興奮你們 不要緊的 在街上看到我 隨便興奮我 我很歡迎的 那在北角那條片 又有觀眾留言 就說今集似廣告 那又是那句 因為這一陣子的片 就不是有碗畫碗來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錯過了我 前幾條 就是河車那條片 那就再說多一次了 最近拍的片 不是有碗畫碗來的 那也是在拍一些小店系列 那目的就是為了在疫情期間 去介紹一下小店 讓他們的生意就沒有那麼難做 那就可以頂住這一段 那麼艱難的時間 那如果想看有碗畫碗的 都是那句了 我會這樣拍的 好了 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對於這個新環節 有什麼意見呢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